小哥 负债有点顶不住了 负多少吗 300来个 所以你来找我是想让我给你一个项目 或者是给你一个方法让你负债翻身呢 确实想看一下小哥这有没有什么好的项目 度过这一世 你为什么觉得我可以帮你负债翻身呢 小哥这边这么多的项目 总有一个两个项目我来做一下嘛 但我觉得负债是翻不了身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很多人在谈论负债翻身的时候 指的是如何回到负债前的样子 就好比我们这个桌子 如果今天这个桌子很乱 我去问你桌子为什么这么乱 那你现在回答我的是不是有人用了呀 有多少人来喝过啊 但是如果我问你 从明天开始能不能不要那么乱 那这个时候我们思考的是 如何使它变得不乱 所以这个里面你看就是三种状态 一种叫过去的状态 一种叫现在的状态 一种叫未来的状态 但是过去因为做了些事情 导致现在是一个负债的状态 你希望变成的是未来一个不负债的状态 对吧 而不是回到过去成为没负债之前对不对 负债是翻不了身的 也就是回不到过去的 所以当你想要解决你负债问题 你应该思考的是 我未来要成为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在一身轻的状态 所以你现在思考第二个问题 我们到底是还掉负债 还是使我们的收益大过于我们应还的债务 我定的是一年还掉五十来万 可是现在一年五万都没有还掉 你是不是只要听到赚钱的东西都去搞一下 最后是钱也没搞到 对吧 时间也去了 时间也没了 所以负债最怕的就是无头苍蝇乱赚 如果你今天把一个东西卖给一个客户 挣五十万 是不是要找到一个客户就好了 这样的客户很难找 那如果找十个客户卖给五万的 要不要相对容易一点 容易一点不可以了 好 那我找到一万个客户 每人挣他五十块 这个我觉得简单 挣五十块也好 挣一百块也好 这个指的是什么 是不是价值 对 价值它可以是产品 可以是服务 你要找到这个东西 去洞察用户的需求 把这份需求销售给到他 对 所以五十万它也可以等于是 两千五乘以两百 一年找到两千五百个客户 每人挣他两百块 是不是也是五十万 对 是不是从这个方向去找的话 你就要思考什么样的东西 它的价值点 在到头去找到你的客户数 可不可以理解这个意思 可以 完全可以理解 归根结底 负债在我的认知里面 它只是一种结果 我们是从当下这个结果出发 走向更好的一种结果 所以你觉得 我这里有没有项目 能够让你立马负债翻身 我觉得没有 怎么去解决 首先我觉得我要找到一群用户的需求 再找到这些用户需求的产品 或者是服务 然后看有什么最好的方式 把它们能够串联起来 对了 负债赚钱 还是不负债赚钱 它的底层逻辑永远都是这样 既找到用户认同的 又能够挣钱的 所以难就难在这里 总结一句话 负债一点都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对于负债这种状态的焦虑和恐惧 全国的负债总人数已经达到了8亿 你负债两个亿你就是大了 对不对 你负的债还不够多